前一阵子都买不到泡面 不过还好家里有之前的肉脏米粉 那就格力斯瓜肉脏米粉吧 我知道这么说有点牵强 但人生不就是这样 记得要先把格力吐个啥 你看有那种生舌头的感觉就对了 我们斯瓜两边头砍掉 然后对半砍再切片 大约切一公分的厚度 这样煮起来比较有口感呢 然后弯腰开花下油 哦 锅子扔一下 虾米就可以给它爆下去 等到香味出来了之后 斯瓜也给它下去 然后开始翻炒它们 等到丝瓜煎到半透明后 做个老太太对不好笑 在等待的过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或跳跳荒废荒废已久的舞蹈 好的 别闹要正经一点 捞起来够起来备用啊 接下来就把肉燥包放进碗底 胡椒包也下去 先用一些蛤蜊丝瓜汤 把调味包给融化 没错 没错 这就是酵食的日本拉面 有没有很感谢的感觉呀 古代有黄香暖杯 这里有酵熟暖碗 接下来米粉就可以下去吸收汤汁了 然后把充满蛤蜊先添着汤 先倒进来 再把蛤蜊丝瓜摆上去 丝瓜 丝瓜 蛤蜊 蛤蜊 最后把酒餐大给插进去 就完成了 哈哈哈哈